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男双半决赛的第一局 发球的是中国选手梁静坤 这两队选手 一队是新老的组合 马龙王处心 还有一队是新锐组合 梁静坤 林高远 高远和梁静坤的打法也非常能够有这种互补性 一种是灵巧 高远属于快速灵巧 而梁静坤属于这种重炮型的力量大 旋转强 马龙加油 开局我们看这个马龙跟王处心 试图想从这个林高远的反守位找一些机会 但是林高远呢 反守这个保护得非常好 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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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球 防守防到了对方 难以去跑的这个位置上 马龙 王楚清还是要调动 多给他们两个人的正手 让他们动起来 尤其是梁敬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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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林高远之后 打这个梁敬坤 给梁敬坤难度系数高一些 对 一让梁敬坤 走动 调动梁敬坤 他这个脚底下的这个位置 好像他打双打 跟单打还不太一样 他对双打的走位 有一些问题 漂亮 就是王楚清和马勇 必须要从这种技巧 台内包括衔接上 来寻找机会 从实力上来讲 梁敬坤和高远 特别是他们俩的反手 都有很强的旋转和质量 林高远是反手的速度和连续性 反正梁敬坤 主要是以旋转和力量 这个球有点擦网 但是确实后面再换过来一个对手的话也一样 就是还是要从梁敬坤身上得分 要控制住林高远 这对马龙跟王楚清呢 是下一局的这个调整 这局赢的我觉得挺蹊跷的 就是前面 马龙和王楚清确实感觉不占优势 4比8落后 对 4比8不占优势 这就有点关键 那么后面呢就是梁敬坤 这对选手突然出现了一些失误 当然马龙和王楚清也有一些 带有突然性的冷板的进攻 这样就拿下第一局 into落优势 进入的 这一局我们看王楚清打林高远 两个人都是左手比较好控制他 重要的是马龙给梁敬坤的这个落点 是不是能够遏制住梁敬坤的发力 还是要多给梁敬坤中间位 那么这次中国队在世纪赛当中 男子双打这个项目没有报许欣 没有机会 报的是一老一新 和高远梁敬坤这两队组合 所以更加使得这个男子双打的金牌扑朔迷离 好球梁敬坤这个球处理得不错 没有急于发力 拉了一个低弧线的高调弧圈 加转 这一局开局这个小将王楚清的失误稍微有些多了 好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球反手拧了 对林高远的视线是有障碍的 对于林高远跟梁敬坤来讲 林高远还是要发挥作用 在这队双打当中 他要起到一个率先发动者 让梁敬坤来跟进 其实这场半决赛啊 就是提前上演的决赛 因为另外两队选手 在上半区的葡萄牙的阿波罗尼亚和蒙泰罗 还有来自罗马尼亚西班牙的跨协会组合 这两队选手应该比他们俩还是要差一截 但是这种对阵 应该说是国际拼联所期望的 国际拼联期望这个中国队跟外国队来打决赛 也就是无论你中国队能不能拿到金牌 这个银牌一定要让这个别的协会来得 而不是中国队就像以前一样包揽金银铜 是吧 别的国家拿一个拿一块牌子 无论是铜牌银牌都会非常高兴 这是国际拼联 他们在作为乒乓球推广这方面来讲 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对 让大家都很高兴 有利于世界乒乓球的发展和关注度 对 你看他现在的这个抽签 我刚才介绍到了 就是这个女双男双男单都存在着在一条线 甚至于就有点像一个国家一个协会 派一个代表来比最好了 我看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提前上演 世锦赛男双的冠军争夺战 赛男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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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双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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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女双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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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梁敬坤要减少无谓失误 之后林高远要有一些球可发力不可发力的 他要有一些担当 马龙和王楚心 这局又是在后半局关键的比分上 能够得分 这就是抓战机 不管你上不上风还是下风 但是到了后半局的时候有一个爆发 这个球你看马龙抓这个点跟这个机会抓得特别好 我们看7比7刚才的时候就大叫了一声 大喊了一声 因为他对这些年轻运动员如何跟他比赛 他对对方的心理了如指掌 这样马龙王楚心 现在2比0领先于梁敬坤和林高远 我们看到这个林高远跟梁敬坤呢 就是跟自己的这个师哥挑战马龙来讲呢 打得有一些压抑 就是外在的这个精气神还没有释放出来 表现出来的有一些紧张的这个情绪 但是呢 没有让这个精气神这个在精气神的带动下 能够释放自己的这个技术 这是非常遗憾的 像在这个世界锦标赛的这个赛场上 作为年轻运动员一定要把握住这种机会 无论输与赢都要尽情释放自己 把自己平时训练的这个技战术都给他发挥出来 这样才没有遗憾的离开这个赛场 这场男子双打决赛啊 可以说也是提前上演冠军争斗战 虽然是半决赛 但是另外两对欧洲选手相对于这两对选手 还是有实力上的差距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 发球的是中国选手梁敬坤 那么这场比赛不管是谁上风 谁下风 现在的结果是马龙和王楚清2比0领先 这一局又面临着 这个马龙 马龙给林高远的这个球一定要加大点 这个控制力度跟这个难度 尤其是在开局阶段 心理上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林高远尽情这个释放 这个球还是比较有威胁的 马龙梁敬坤前两局有一些虎头蛇尾 就是开局中局打得都不错 但是在后半局的时候啊 还是在变化上没有跟上马龙王楚清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王楚清在这个老将的带领下 这个很有安全感 马龙确实是在这一对双打当中 起到这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这个一方面呢很稳定 稳定住了这个王楚清的这个情绪 给他带来很大的这个自信 另外一方面在关键时刻 还是老将这个出手 会显得这个可以左右场上的这个局势 这个侧切的球啊 今天上我们的南丹的比赛当中 看到日本的丹宇孝希 这个侧切也能够切得非常的转 马龙的轻挑被林高远反手反撕 反手在台前快拉 马龙在今天上午的单打比赛当中啊 刚刚战胜了林高远 晋级到男子单打四强 在半决赛他将会迎战梁静坤 其实林高远梁静坤马龙都不好打 对内也会经常输 但是大赛当中马龙的责任和使命 确实让他必须成为中国南队的灵魂人物 擦边 你看前边基本上都是林高远在得分 但是这个得分之后呢 比分并没有拉开 前半局总是这个比分交错上升 但是等打到这个六七分之后 前两局也是一样 都是马龙就是凭借着自己的这个经验 老能抓住这个战机 我看看 刚才这个灯光啊 闪了一下 运动员特别敏感 因为场内 别说是这灯光了 就是照相机 也不能用 就是闪光灯也不能用 就是闪光灯也不能用 嗯 他完全可以接得稳一些 其实很期望啊 这个从开局林高远就能够这个得分率很高 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 林高远能够就是在这对双打当中 还能够一如既往的就是这个出手果断 拉住 马龙回来 扑过去 梁敬坤是想 在远台来的侧身大削 侧身来削这个球啊 这个球在训练当中有时候看不见啊 马龙很聪明贴了一板 王主星跑到大角度 这个球有点提气啊 嗯 这对后面的这个球 特别鼓舞士气 关键是看关键比分的一些处理 关键球的处理啊也是一种能力 有些选手呢 打开局打得好 有的选手打中局打 还有的就是我们有专门训练啊 练这个关键球的处理 比如说9比6 8比7 9比9 10比10 就是打这种关键球怎么处理 发球出台 你看这三局球啊 其实高远和梁景坤一点都不下风 但是三局球都是在 6比6 7比7之后 拉开比分的 是 都在关键比分节点上 三局 突然一下拉开比分 拉起来 梁景坤反拉 这个球下网了 因为位置不够 站得太远 马龙王鼠心3比0 大比分领先于梁景坤和林高远 这个梁景坤的站位比较远 其实梁景坤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站位 稍微往前站一点之后 有很多球的这个点都可以找到 现在由于他站位比较远 错失了很多进攻的这个机会 这次小将王鼠心 参加世界平方球几秒赛 抱了一项 所以也非常希望能够和老大哥马龙配合 去夺取这个世界男子双打的冠军 而北京男队的教练张磊 广亮 早早的就来到了布达佩斯 因为北京队啊 确实是传统强队 丁宁 马龙 王楚钦 都要在 布达佩斯 有上好的表现 所以他们一直在关注 现在看来梁敬坤和高远这块还是调节能力差一点 就特别是马龙打的一些轻球 就是到梁敬坤这边双打呢 就是从走位 你看 这就是变化 对 从走位到处理球不是很流畅 对 梁敬坤你看打的就是怕马龙的一些变化球 0比2 前两天见到张磊教练啊 中国平鞋副主席 在北京队一直主管马龙 他特别说的马龙有好几个伤病 手腕可能还有颈椎 还有腰 几个地方都有伤 但是我们在场上看到马龙一点没有 这种丝毫的这个 这种伤病缠身的这种感觉 确实马龙在场上真的就像一个男子汉 非常勇于担当 并且他把这个 就是做人做明白 打球也打明白了 才会出现马龙这种现象 王者风范 马龙非常有内涵 这个运动员 就是他性格啊 就比较沉着住气 又是中国男队的队长 全满贯 而且你看这么艰难这么艰苦 抽签 抽得这么不好 马龙也在坚持 将在明天对阵梁敬坤 争得一个决赛的席位 现在梁敬坤林高远叫了一个暂停 叫的有点晚了 0比3落后 这个暂停好像是一种无奈的暂停 对 就是这个暂停能够起到达到的这个作用 已经是最小化了 这三局球 我们看到 都是在最后 尾局的时候 接近9平10平的时候 梁敬坤林高远出现了一些失误 导致现在0比3落后 不过还有机会 1 2 3 1 哇 这个球 这是故意发的搬出台吗 王秋勤这球出彩了 是 这个球弥补得非常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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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秋勤 真正打出了这种 年轻选手的朝气 和这种拼劲 由马龙保驾护航 现在3比0领先 敢于出手 撤底打开了 马龙在场上 不管他发挥的怎么样 就和王楚勤配合 都能给王楚勤一种 心理上的稳定 和心理上的鼓励 和心理上的鼓励 马龙在场上 我们看到博大佩斯 比赛现场 有很多马龙的球迷 现在就是王楚勤和马龙 打出了一个自己的一片天地 他们俩能够找到发力的时间了 你看王楚勤放慢节奏 退到远台来发力 这个球有点擦网 帅 甩 反手反抽 这个球看完 我相信中国拼卸副主席 北京男队的主教练张磊 该是多么的高兴 马龙王楚勤都来自北京男队 现在这个节点上就是 马龙一定要稍微凶硬一些 因为王楚勤 毕竟在心理上到了关键时刻 可能还不像前面放得那么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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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队和林高远 晋级到了55届世界平凡球 锦交赛的男子双打的决赛 他们将和来自葡萄牙 和西班牙的两队选手的胜者 来争夺男双的冠军 我们也看到男子双打 世界赛的冠军 正在向王楚清和马龙招手 我们也希望在决赛当中 他们能够顺利 还请刘伟简单总结两句 我们马龙跟王楚清 我相信这个新老组合 确实是打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这场比赛当中 以绝对的优势4比0完胜 更重要的是在决赛当中 希望他们能够打出新的高度 好的 我们稍后休息将继续给您 带来另外一场男子双打的半决赛 是由葡萄牙的阿波罗尼亚 冷戴罗对罗马尼亚西班牙的选手 院内瓷库和罗布莱茨 稍后见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